大家好 今天5月23日 星期一 股市開始暴入5月下旬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大家發現市況仍然反復不前 沒有他 俄烏局勢令到能源價格持續高期 能源價格持續高期當然會刺激過通脹 加上食物價格亦高期 美國加息會否壓抑下去 我看未必可以 再加上過去兩年的疫情持續緊張 大家知道一季就難求 一呎四十呎季 以前運貨到美國是幾千元美金 去年6月要成2萬元美金 誰買單 當然是入口方面買單 這些對美國來說是輸入性的通脹 還有特朗普總統在任的時間 徵收中國入口貨是25%關稅 誰先給 又是美國消費者買單 所以這次通脹的高期 跟以往真的不同 加息縮表是不錯 有少許降穩 但未必能夠將通脹壓抑下去 否則美國是一個消費刺激經濟增長的國家 一年的GDP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 70%是來自內部消費 沒有消費經濟自然不能增長 即是通脹持續高企 經濟增長就放慢 市場擔心滯脹來臨 所以美股一路跌一路跌 其實現在這一分鐘 道徑施是不斷向下創引的低位 雖然上星期五有少許急跌後的反彈 但形態和技術上來說 3萬點的支持始終都會受到考驗 看看廣估 今早先低於109點 去到20608點 之後曾經有少許反彈 上20640的12 但沒有法治再退盡 人心虛脅 買盤不足 所以令到市場氣氛一路都比較淡靜 零零碎碎的高企持續湧現 結果指數跌下多些 到下午就低於20303點 相對上星期五來說 市場跌了414點 值得提及 就算是指數去到2030803也好 但始終沒有跌穿10天和20天線 感覺上暫時來說好像有少許穩定 但沒有意思 市況在20348左右整股 大家都有個想法 萬一再跌下去跌多少 事實上看看 今年第一個高位 是2月10日的25,050 第二個高位已經跌到4月4日的22,523 第三個高位更加跌到今個月 3日的21,291 明顯看到是一浪低一浪的形態 即是換句話來說 技術上就算市場稍微斷定在12、20天線路上 只不過是暫時斷定 不是代表大市不會跌 大家真的要小心 做風險管理是對的 如果持貨少就足夠持貨能力 問題也不是那麼大 也有的 不過是不大的意思 但如果持貨重貨的話 你不做風險管理 你就要警惕了 因為萬一大市 在一個反覆大縣當中 如果再少少向下走 就會呈現一個跌破信號 到時很簡單說 明明那首貨輸一萬的 就應該輸一萬五或輸兩萬 輸兩萬的時候會害怕 估得來就輸二萬五 情願輸一萬就減綁 最重要是儘量將購買力留在手上 這一分鐘稍微有些 技術上短炒的走雞不重要 來入方丈大把機會賺回 但如果被他綁住 拉著避高限 自己就很被動 今個星期五已經是 即月期止轉倉高峰日 下星期一是期止結算日 看下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好倉大戶的部署到底是怎樣 但就算是有一股上升 都是有波幅沒有勝負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無盡 不如採取官網態度 盡量保留實力好了 大家 今天是5月23日 星期一的故事還是反反覆覆見識 當然星期五已經是 旗子轉倉的高峰日 而下星期一就是旗子結算日 所以變成來說 未來這幾個交易店 到底股市會有什麼變化 我們暫時很難說 可是今天看起來 股市的反覆 就好像還是比較明顯 我們看看那個指數 找到恆振指數 就一點一點的出現 結果整個股市就反反覆覆這樣子 直到下午曾經一度是低限20308點 相對上星期五來說 股市是回調414點 還好就是就算是指數低限20303點 可是恆振指數並沒有 跌圈2010跟徐天線 2010現在大概在20285點 徐天線現在大概在20118點 從移動線方面來看 指數只要一天還是能夠 穩守在10跟20天線以上 就算是有一點點反覆 問題暫時也不會太大的 可是大家要留意 要是股市在固壓主度之下 徐天之間下跌圈20跟徐天線 那情況就令人稍微擔心一點點 因為19號當天 指數最低是見過19924點 這個也是暫時初步基礎上的支持 要是這個支持一旦是守的話 另外一個支持就要退守到 這個月10號的低位19178點 好了 有一個基礎上的走勢 我想跟大家說一說 今年以內股市反覆帶圓的情風 的確是很明顯 直到目前為止 今年第一個高位是 2月10號的2050點 第二個高位就是 4月4號的22523點 第三個高位就是 這個月3號的21291點 看到到目前為止 今年以內的恒征指數高位是 一步一步的下跌 而且現在有一點大家有留意 就是所有的平均移動線 已經走在2550點以後以下了 那等於說股市一步一步的反覆 然後帶圓的情況的確是越來越明顯 就算是期間有一點點的反彈 也只是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勝 面對這個反覆而不明的股市 現在我們要做的最重要就是風險管理 如果抓捕少的朋友 我想問題還是不會太大 只有有足夠的抓捕能力就好了 可是抓捕比較多的朋友就要小心 股市不要說怎麼樣大點 要是在2萬點左右水平 一直反反覆覆這樣子 我想一段時間之後 自己的信心就會受到考驗 到那個時候譬如來說 本來是輸1萬塊錢的 可能就要輸1萬5千到2萬塊錢 那這樣子最好還是盡量做一點 早一點做一個風險管理就比較好了 從移動線方面來看 單單看走勢 要是只是能夠穩守10跟20天線以上 下一個目標當然是50天線 50天線這樣大概2萬0886點 再往下看就是這個月3號的高位 2萬1291點 相對現在股市一直就反覆而低迷來看 幾百點本來不算什麼 可是要推上去 可能還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尤其是一種新經濟股份 暫時走勢還是反覆而帶遠 大家不要忘記 全信 阿里巴巴 美團點評 京東跟網易 這五種新經濟股份 在恒生水球 真的比重已經有25% 要是他們走勢還是反覆不前的話 股市要怎麼樣大幅度上去 我覺得還是 基本上有很大很大的困難的 這個方面大家還是要留意 啊 超級別的 更加快樂 如果請回答